吴主任告诉大家 躲过了防疫期 可是68岁的骨松患者 他疫情的关系 主任他是因为 没有定期回医院治疗 结果他有一次坐车 拿行李 就只是拿一个行李 引发了急性的腰背痛 他只是闪到腰 你看这座人 把那个红字圈出来 闪到腰 结果结论是什么 这里第一腰椎 竟然是压迫性骨折 骨质疏松的病人 我们现在的治疗是 会定期的回来打 骨质疏松的药 有的是半年一针 有的是一年一针 这位女士是半年一针 结果她半年刚好到的时候 也碰到这种疫情 所以第一个不敢到医院 可是又到过年期间 回南部 所谓的行李 是非常几件衣服的 非常轻的 很轻的也可以闪到腰 只是下个课运就闪到腰 照了一双片 我一看 我就知道这是新的 第一腰椎是新的 也只是闪到就造成一个 新的腰椎 的压迫性骨质 很多人目前都有骨质疏松 对 可是因为它 还有加上一个成就性的 所谓的成就性就是 以前的压迫 并没有把它矫正回来 所以病人就长期在 驼背的状况之下 驼背的 每个脊椎 我们把它 一节一节地看 就如同一个骨牌一样 当你有一个骨牌倒了 一节一节就倒下来 尤其是在骨质疏松的病人 你随时都承受 一节一节都会压迫下来 对 这个还是有一个 闪到腰的病史 有人没有闪到腰 就突然骨折 只是在家里蹲个 扫个地 拿个拖把 就这样压迫下来 好 它这个是68岁 也有一个年轻人 是 它是把它喷嚏 对 其实有个 上班族的女生28岁 其实她平常只觉得 她大腿这个部分 只是觉得酸酸痛痛 也因为以为自己走路 可能常踩高跟鞋 所以闪到 你知道 这个是她大腿的地方 就不对 一天比一天更痛 那一次她来门诊的时候 刚好我有去跟诊 结果去看了X光照片之后 发现到 她的髋关节竟然不是圆的吗 她竟然少了一半不见了 结果医生就问她的病史说 你平常都服用什么东西 她说没有 我就平常有在吃一些 减肥药物 结果没有想到 就正是那个减肥的药物 导致她整个髋关节 已经少了那一半 所以她那一半 其实已经骨质疏松 然后有一次 她回去看完诊之后 没多久 她只是去上个厕所 在家里打个喷嚏 整个断掉了 我们来看数字 这个骨质疏松 是无声无息的杀手 因为你骨松骨折 发生之后会怎么样的 你看没有适当的治疗 再发生骨折的几率是 半年内多少 12.5% 两年内高达6成3 结果髋关节的骨折 发生之后 一年内的死亡率 女性是16% 男性是22% 这是很严重 它是有死亡率的 主任 因为一旦 髋关节骨折了以后 就影响到病人的活动 常常需要卧床休息 这么高的死亡率 很多的原因就是 第一个 会有入疮 第二个 会有泌尿道 甚至有肺炎 然后造成 几乎跟乳癌 一样高的死亡率 所以 我们现在对于 骨质疏松的治疗 希望 能够让病人 早一点的 第一个疼痛解除 可是第二个就是 早一点恢复活动力 你今天有带这个 千金顶部位手术的工具 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什么叫做 千金顶部位手术 这个是 千金顶的 其实它的构造 就如同我们车子轮胎的 修轮胎的千金顶 它形状 它在打进去之前 它是一条线 它可以在用 微创的方式之下 从我们的脊椎 这个就是脊椎 对 这个脊椎模型 当它把它打进去以后 用微创的手术 放进去以后 到了确定位置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千金顶慢慢地撑高 就如同我们车子 在修轮胎的时候 把千金顶慢慢顶高 顶高完以后 到了一个高度